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聊一个关于自媒体做的比较好的一个例子 以及给大家理顺整个思路 以及整个运营过程当中 大家遇到的最大的一些困难 最大的一些问题 曾经有这样的一位朋友 他做了三年多的时间的自媒体 到今天为止 他的这个账号已经是有百万级别的粉丝链了 当然全网加起来 总共有400多万的粉丝 整体他的收益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已经达到了这个百万级别了 三年的时间赚个100多万 或者就是一年赚不到50万 这个收入其实不算很高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基本上就是快要达到我们之前所说的 一个月5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上限了 可以说做的非常的不错 而且这个收入 他不是说三年的时间 每个月都是平均的这么分摊下去的 中间是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低的 那慢慢的逐渐的这个收益起来之后 到今年为止 赶上这个去年上半年到下半年 流量的一波这个爆发之后 逐渐的收益呢 已经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 而且后期呢 这个收入其实是非常稳定的增加的 这是大家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你可能真的靠自媒体 用一些方法能赚到钱 但是赚钱这个事呢 你得把它给持续下去 它是能长久的做下去的 得一直赚钱 你不能说赚上两三年 做上这个三五年的时间 挣个一百多个就差不多 就做不下去了 生活呢又回归到普通的状态了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咱们做呢 就得做一个长期稳定的这样的行业 这是自媒体最大的一个特点 整个的运营过程当中 其实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账号处于一种比较迷茫的状态 发了大概有三十多条视频的时候 当时呢 非常的焦虑和迷茫 直接呢 就是想放弃这个账号 或者是选择一个其他的领域 再去尝试一下 可以说对自媒体的想法呢 还是有的 也心有不甘 觉得自己能做好 但是发了三十多条视频 做的领域呢 就想放弃 因为它当时面临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流量问题 账号整体呢 没有什么流量 发的视频流量特别低 给了它一定的建议呢 就坚持做下去了 直到做到今天 这是前段时间刚联系的一个朋友 他的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基本上所有人都会遇到的 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并不可怕 我们面对的态度啊 以前也给大家说了 就是面对问题 你得去解决问题 不是说放弃这个做法 放弃这个领域 或者是换一条路走 在其他领域的话 换其他的方向 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 他还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在后期的话 这个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同样的 其他的领域呢 也是做不起来的 如果说去做其他领域呢 遇到的问题呢 反而会更多 还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 所以这是对大家来说 最需要去面对的 最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只要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后期慢慢的往前走 慢慢的去增加收入 这个其实都不是一个太难的一个事情 当时啊 就是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把账号持续做下去 同时呢 去改进他的内容 因为当时账号流量低 其实咱们对于流量的话题 讲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当然之前呢 我们没有说这个 做这个账号的时候 没有给大家分享过相关的内容 大家是没有机会看到 相关的这些建议的 这个账号呢 其实呢 它面临的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话题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标题的问题 它的封面呢 做的其实不错 但是这个标题很一般 基本上呢就是没有人愿意看 引不起大家观看的欲望 在话题点的选择上呢 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这个呢 是很多普通人都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这个问题其实不大 是很容易解决的 之前咱们给大家在视频当中讲过 前几天呢 就讲过一次 就是流量这个话题呢 其实解决起来并不难 最难的是视频质量的提升 也就是账号单价的提升 这个是最困难的 因为很多人呢 他做不到这个东西 就很多的是靠练习去掌握的 但是流量这个问题 它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 只需要你把一套东西给它打通之后 思路理顺了之后呢 就很容易去达到这样一个基础的要求 所以这种情况下啊 就把自己视频的整体的方向 整体的内容 创作的形式都进行了一定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怎么做的呢 我记得当时给到的建议呢 就是找它这个领域当中相关的账号 找一个做的比较好的账号 然后呢 刚开始的话去模仿就可以了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啊 就这么去做的话 那对当时来说 它领域当中做的这种比较好的账号 人家的标题 封面 话题是怎么做的 就开始模仿 模仿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流量呢 其实起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在当时它的流量 可以说每个视频的播放量 基本上能达到2000以上的播放量了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种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发上一两百个视频之后 收益肯定的 它也不会少的 基本上就和平时工作的这个收入呢 是差不多的 到了后期呢 它又去做了内容的改进 这种内容的改进啊 前期呢 是模仿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模仿 它不是说我们做的目的 我们是为了掌握这种创作形式 是为了熟练整个创作思路 到后期的话 更加的去改进整个账号 整体的视频内容 包括视频的封面 包括文案的创作 包括标题的制作 包括整体账号运营过程当中 和粉丝之间的这种关系 它的互动的手段也增加了很多 所以整体账号数据呢 就会发现上升的非常明显 而且内容质量呢 也提高了很多 因为它的视频质量 比那些做的非常好的那些账号 它们的质量还要高 因为呢 它是模仿人家起步的 在人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所以到了后期 手以致呢 非常可观 就用这种方法去做账号 在前期的话 是目前为止啊 我所了解的 所接触过的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大家如果说一上来就想 什么都搞懂 什么都弄会 这个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是这样的 能这样做的人呢 基本上都已经在做自媒体了 而且做得很好 而且呢 像这样的人目前呢 真的没有见过 所以大多数普通人 其实就是这种很随意 很普通的状态 咱们呢 也不要说看不起这个模仿别人 也不要说看不起某些领域 刚开始 它没有这个流量 流量很低 也不要在乎这些东西 它不决定你的未来 未来是靠自己的 很多人说我要努力 我要坚持 我要怎么样 但是实际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焦虑和迷茫 你说的真正的努力 其实呢 也没有做到 也没有说真的多努力 一天花20多小时去做内容 那有19个半小时 都在迷茫状态 剩下半个小时 是看别人的视频 看别人谁做的好 看人家的视频 那流量有多高 给人家去算 人家能赚多少钱 大家关心的这些内容 它和你未来 能不能做好自媒体 它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出发点 大家一定要明确 自己到底是要干什么的 你这个事弄不清楚的话 你让别人去帮助你 它也是很难去帮你做什么的 因为内容需要大家自己做 只能说给大家一定的方法 给你指明了方向 方向正确 那未来的话呢 就一定不会差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 客人就在视频的前方 感谢这个点赞观众 发知咱们现在期待